我到家了 今天 谢谢你的话 不客气 晚安 明天见 来 彩虹 彩虹 妈 你 你这么晚了在这儿干什么呀 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你也不接 手机可能没电了 那人谁呀 同事 同事 回家 走啊 爸他回来了吗 没回来呢 说白天挣得少 晚上又出去拉活去了 这刚才给你煲了莲子汤 都等你等凉了 谢谢妈妈 谁送的花啊 还能有谁 东 东霖呗 东霖 送你一把花 还弄了个假的眷花 这人也够抠的啊 这 这 这还有眷花呢 这 这还真是有一朵哎 妈 你眼力真好 东霖送这么一小把 还不够一答呢 这 送十一枝那是有寓意的啊 一生一世一心一意 那比十二枝强多了 我还没想到啊 是我怎么没想到呢 要不还是说妈妈博学多彩 这也懂了 那是 你没看看你妈是谁呀 这种小伎俩 我见得多了 小的时候你那几个表舅 哪个不是 哎呀 想尽办法的给女朋友送花啊 啊 这种事情我看得多了 哪像你爸呀 土鳖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 就知道送花梅堂 那我爸送您花梅堂 您送她什么呀 我 在我心情愉悦的时候 我可以送她一个 悲笑 彩虹啊 女孩子呀 在这种事情上要矜持一点 知道吧 不能人家给你这么几朵花 你就觉得要怎么样了似的 再说了 什么东西啊 这么几朵花还搭上个假的 大发丫鬟的吧 那不咋了 醒醒吧 站住 你还没跟我解释清楚呢 这花到底是谁送的 东霖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彩虹啊 是不是跟东霖闹别扭了 两个人谈恋爱 男女朋友 哪有不磕磕绊绊的 吵个架 半个嘴都是正常的嘛 只要你找到她好好说 是吧 好好的交流 这这这问题解决了就完了 重归于好了 你不能这个样子 吵个架你就去另头怀抱 好 那 那你要后悔的知道吧 妈 我跟您说过多少遍了 我跟她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啊 你跟东霖不是男女朋友 不是 那行啊 你告诉我这花到底是谁送的 那小子 我自己买的呀 我喜欢玫瑰 然后我路过那花店就瘦这么多了 老板说二十块钱都给你 你还嫌不够 然后又搭了一只假的 那老板看我长得挺可爱的嘛 送了我一朵鲸花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是东霖送的 我怕您多想咯 请了 彩虹 你妈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 说吧 那小子到底是谁 老实交代 他是我的指导老师 我是他的助教 我就是平时帮他兼考 改作业 我还绣了一门他的课 所以呢我得跟他搞好师生关系 你还修了一门他的课 我看样子他没比你大几岁呀 是啊 才大三岁 妈 我跟你说 他可厉害了 是那个名校的高材生 副教授 而且还是学术带头人 学问做得特别棒 这么高的人叫什么名字啊 他呀 他姓季 就是那个季节的季 叫 妈 你打听他干嘛呀 我得知道啊 我感觉他在你的眼里 那那那那那是那 这么高的一个老师 那 你怎么着意地请人家来家里坐坐 不是 妈就说你情商敌呢 人都送你到家门口了 是不是啊 你也不请到家里来 那 怎么着意地吃个便饭呢 就算喝杯茶也是好的嘛 是不是啊 那今天就算了吧 太晚了 下次 下次啊 妈 我进去插花睡觉了啊 晚安 你亲自插花啊 妈 你快睡吧啊